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你可能听说过量子电脑,但你知道吗? 全球最先进的量子计算机-Quantinum Helios系统 明年将正式落户新加坡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科技合作 而是一次战略意义深远的国家级布局 你可能会好奇一台量子电脑落地新加坡 不就是科技合作吗? 注意,这并不仅是一件买来新机器的科技新闻 而是一场关乎国家竞争力 科技主权与未来产业版图的重大事件 这意味着新加坡不再是技术的旁观者 而是开始成为全球量子革命的参与者、引领者 甚至是标准制定者 那么你可能会想问新加坡为什么要在此刻出手 因为未来十年 全球科技竞争的核心不再是造芯片 而是掌控量子 量子计算是继蒸汽电力互联网后 人类文明的下一次算力革命 它能解决传统超级计算机 永远算不出的复杂问题 而谁掌握了量子计算 就有机会掌握人工智能 药物研发、能源材料气候 模型甚至金融系统的核心密码 新加坡过去十多年 持续布局量子科技 设立国家量子计划ENCO 建立国立大学量子工程中心 与IBM、Google等合作研究 但始终处于云端使用实验合作的阶段 而这次直接引入 Quantinum的Helios量子电脑 是一个质的飞跃 为什么说这是战略级决定 首先新加坡从研究参与者 转变为平台主导者 以前使用量子计算 必须通过海外云端预约时间 而现在新加坡本地就拥有 世界最强的商用量子硬件 意味着算力主权 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 其次这是亚洲 唯一直接拥有Helios的国家 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 主要通过合作实验 云端资源 而新加坡拥有实体系统 掌控硬件软件 算法开发与应用生态 最后它让新加坡成为 全球量子资源的新节点 未来谁想测试量子加密 量子化学模拟 量子AI模型 不必飞去美国或欧洲 可以直接来到新加坡 这不仅提升科技地位 更是国家安全与科技主权的体现 因为在量子时代 数据加密均是通信金融模型 都可能被重新改写 早一步掌握量子 就早一步掌握未来秩序 那么这些技术 如何真正改变经济产业 我们接着往下看 新加坡引进Helios 并不是为了摆设 而是直接瞄准能源 医药金融物流 等国家关键产业 第一医疗与新药研发 量子计算可以模拟分子结构 替代昂贵漫长的实验过程 将新药开发周期 从几年缩短为几个月 第二金融科技 量子算法能实现更精准的风险评估 资产配置高频交易优化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S正计划 将量子模型用于 未来金融监管与抗风险系统 第三智慧能源与材料科学 通过量子模拟 开发新能源材料 电池技术 轻储能系统 为新加坡能源转型提供技术突破 第四人工智能 量子机器学习QML 被认为是AI的下一个飞跃 能再处理海量数据 复杂神经网络上远超传统GPU算力 这说明新加坡不是为了科研而搞量子 而是让量子成为支撑国家 经济与产业升级的底层引擎 那么 这样的量子布局 又如何影响人才与资本 引入量子电脑只是第一步 更关键的是打造一个属于新加坡的量子生态系统 人才企业投资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成型 Quantinum将在新加坡设立研发与运营中心 吸引全球顶尖量子科学家进驻 也为本地大学生研究人员提供实习与科研机会 如此一来 新加坡将成为全球量子人才的中转站 从欧洲到中国 从美国到印度 科学家们愿意选择新加坡 因为这里政策开放 制度透明 不卷不躺 科研资金充足 在地缘政治上 美国欧洲限制量子技术向特定国家输出 而新加坡保持技术中立 既与美国IBM英国Quantinum合作 也能与亚洲科研机构建立联系 这将让新加坡从区域金融中心 逐渐演变为亚洲量子科技中心 掌握全球科技话语权 如果说过去十年新加坡的关键词是 Smart Nation 那么接下来的十年将是Quantum Nation 量子国家 引进Helios是一个信号 新加坡正在构建属于自己的量子产业链 从科研硬件算法到应用商业治理全面铺开 这不仅让新加坡在全球科技舞台拥有更大话语权 更意味着它在人工智能 能源城市管理金融等领域 拥有重新定义规则的能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 那么你怎么看量子科技的未来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 请为我们点赞转发 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